台北市议会金华城调阅扫组经过11次的开会终于完成报告 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痛批前市长柯文哲为金华城开了一扇特权之窗 有多位议员也建议北检跟监察院要重启调查 当年392%的容积提升为560%的过程是否有违法 更要将这全案定调为财团特权 但是民众党的议员则是提出了四项不同意 反几蓝绿议员都有政治目的不同意调查结果 市府却又为金华城打开了一扇特权的窗 再把矛头指向前市长柯文哲 台北市议会金华城调阅小组经过多次访谈抽丝剥茧 终于做成结论报告定调宙市财团特权 柯文哲前市长他明知道这个案子正在行政赠送的程序 但是还是做成跟市府诉讼策略相反的 各案交办跟指示 而且金华城改建案并不适用都更荣奖办法 市府却自创荣基奖励 结论更写下财团特权莫辞为胜令人痛心 但同事调议小组成员的民众党议员陈佑成 却不认同调查结论自行召开 记者会反击 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做政治办案 金华城查到现在至少在议会的调查小组 就是查无不法 方自家主席报区强调金华城案是市府收到人民陈情 按照程序依法办理合法合规 而虽然本次只针对暴增到840%的自创荣奖行政为师责任调查 博议员也质疑不代表金华城荣基从392%到560%的过程没违法 在2017年珠雅谷就有来承请 柯文哲市长在2017年的5月用成会的方式 在对于392到560的这一段进行指示 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新的市政 应该要由监察院再去重启106年监察院关于农机审核的意见 蓝绿联手查金华城不法 恐怕还有未爆弹 记者欢迎刘春暉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